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每一次跟孔老夫子行三举功礼 我们也时时缅怀夫子的人耻 缅怀夫子历生的精神 这样的仪式才有意义 我们把对夫子的恭敬 要落实在依教奉行上面 夫子叫我们要守忠述之道 要敬孝 要兄弟有爱 我们时时警惕自己去做道 而夫子 他不只对家庭 以至于对整个社会民族 他都是非常有责任的 有担当的 虽然在夫子一生 并没有一个国家 愿意 遵从他老人家的教诲 去治国 因为只要能遵照夫子的教诲 去治国 这个国家一定可以兴盛 但那时候确实 人民的福分不够啊 都是一些比较急功近利的人 当了国君 无法接纳这些圣贤人的建议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 没有人接受 那我们就不去好好的 弘扬文化 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用真心所做的事情 绝对留在 每一个人的心田当中 很多老师都讲了 我给学生讲了好多次了 他都没什么改变 所以我们从事教育的人 要只问根源 不问收获 你假如问收获 一直盯着他 你怎么还没变 到最后 他看到你就想跑 因为你已经有压迫的 那个气势出来 所以纵使你是为他好 他觉得有压力 可能就不是能够亲近我们 所以我们认真的去劝导他 但是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所以要用耐性 去陪学生 陪孩子成长 很可能我们 这一份真心种下去的种子 在五年十年 甚至于他长大之后 他才会发芽茁壮 因为每一个人的 这个程度不一样 有些孩子可能讲一次就听了 大家有没有遇过 讲一次就听的孩子 有吗 有人点头 待会私底下 我要跟您好好聊一聊 这个人可能是言回转世的 讲一次就听了 不饿过 这样的孩子不能让他闲着 要好好栽培他出来 弘扬传统文化 所以一般都得要耐性地 提醒 叮咛 你看我们父母给我们的教诲 很多时候是我们到了三十几四十几 突然遇到某一个人生的情境 才领会到父亲的用心 上个中年 很多朋友都会提到 说以前觉得爸爸对我很严 都有点不舒服 但是现在了解到了 就是因为爸爸当初的严 让我们的行为有分寸 知道怎么样应对进退 不会放纵自己 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同年龄的人 都被整个社会给污染 随波逐流了 这个时候自己能够屹立不摇 深深感谢父亲当初的言可 所以你看一个父亲爱护他的孩子 都要等到三十年以后 才被他的孩子理解 所以为什么说父母恩重 为什么老师恩德重 那个是真正用心不求回馈 甚至都误解他了 他还是无怨无悔的去爱护我们 所以中国的文字 包含着人生的哲理在其中 全世界只有一种文字 可以把真理显现出来 就是中国字 也只有中国的文章能够绵延五千年不衰 你看主宗是智也是智慧 文章也是智慧 这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也因为这样 我们的文化才能绵延五千年不衰 你看那个文言文 能让我们直接跟四千年 五千年的圣者人 学习效法 我们有自成的心 那他们就好像如对我们的目前 站在我们前面一样 那其他的文明 他的语言跟文字没有分开来 所以到最后呢 语言一直变化 文章也一直变化 三十年也有个小变化 一百年之后就大的变化 所以三百年前的文章 就已经看不懂了 更何况是一千年两千年 就更不可能了解 所以我们看到 其他民族的考古诀家在做什么 他不是在研究 埃及时候的文明 智慧是什么 因为他已经看不懂 他只能了解 这个字我猜猜看可能是什么 是日哦 是月哦 但要领会文字背后的 这个毅理啊 跟人生的哲理啊 就很困难 所以我们要很珍惜啊 我们自己的文化 不可以妄置 飞步 其实我们整个民族啊 现在最大的 这个危机是什么呢 自信心不够 大家都觉得 好像古代的文明啊 就是赶不上新的潮流 赶不上现代 但我们很冷静来看一看 全世界啊 用键盘输入啊 最快的是哪一个文字 哪一个文字 就是中国字啊 它很快就可以打上去了 其实它的设计是很科学的 但是我们 自己没有深入去了解 这个文字事实上是非常方便的工具 你看那个文言文几个字 就把很多意理就融在其中了 很可能那个 用英文翻过来 你写一页都翻不出那一句话的意理 还翻不完全 你看多科学 你看包含中医啊 365个穴道 它开刀开出来都找不到 但是有没有 有啊 你看那个境界 是比科学还要高啊 他们还搞不清楚 然后呢 整个药的制造过程 它是必须从 老鼠 小猫 小狗 就让这个试这个药 一直试到最后 猴子 猴子 猩猩 最后 再给人吃 这一连串的过程 那个一搞下来不知道多久啊 而且要花很多钱 结果后来呢 中医药到了外国去 他们本来也打算从老鼠 从小猫这样吃过来 后来就有科学家提出来说 别吃了 这个他们中国人已经吃了五千年了 都没问题 好像对哦 所以中医药不用这个流程 直接就可以上了 这五千年的智慧跟经验呢 它不是真理 它不可能可以绵延这么久的 不是真理的东西啊 五年十年就被人家淘汰掉了 我们的文字 透过这个文字啊 让人体会人生的哲理 我们看这个交字 左边两个叉 第一个叉是父母老师呢 画的 第二个叉呢 是孩子很自然学校法学习 这个就是一个小孩 所以一个交字 就把教育的最重要的精髓 含涉在其中 言简易改啦 一次就点明白了 我们去看那个教育的书 你看呢 什么理论这么厚 要看以前喔 还有点明白 看完之后呢 越看越不明白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它经历过几千年之后啊 我们的文明经历几千年 它是归纳 把最重要的留下来 那个是 把这个刚灵所在都汇集 汇集起来的 然后现在是很多是 演绎 把它搞到枝末上面去的 然后源头找不到 你看这个交字 左边就告诉我们 上行下效 生教最重要 我们来体会一下 去念师范院校 我也念过师范院校 大部分念的是什么 教材教法 那个数学怎么教 那个字怎么教 都在教法当中啊 有没有考虑到老师教学的心境 有没有考虑到老师的一言一协 那你看 有没有抓到教育最重要的核心所在 你看我们都在枝末打转呢 都在那里教 这个字怎么教 这一体怎么教 结果甚至于现在是 你要教一节课 要写一个 教学 教学方案 教案 然后你要讲哪一句话 都要写出来 老师怎么变机器 老师变成机器啊 老师是有血有肉的人 你是要透过你人生的感悟去启发孩子 结果你现在教学变成机器这样教下来 那孩子怎么启发 你看以前老师带着学生去游山玩水啊 一看到树木 他可能求木之长者 必顾其根本 你们看到这个树长得这么大 你们知不知道关键在哪 它根扎得很深 你们都看不到根 所以一个人在扎基础的时候 在努力的时候 你可能看不到 你只看到它风光的时候 更重要的你要了解 人家是怎么一步一脚一努力过来 你看到梅花 孔子就说 碎寒 然后是松柏之厚雕 他看到 松树 柏树 梅花 他们经历过这些风霜 都还长青 都不会枯泻叼瘟 你要去学习 他能够经历很多的磨难挑战 都是用悟性去启发学生的 而不是只是说知识的灌输而已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个交致 就体会到深教 你看这个交致有没有用嘴巴 没有啊 没告诉我们 只是讲而已 要先做啊 所以现在很多家长都跟我们沟通到 那个孩子怎么都讲不停 我讲这么多次了他都不听 关键就在这嘛 我们只讲不住 好 我们换一个角度 假如我们自己是小孩 父母只讲不住 你服不服气啊 对嘛 人同此心嘛 所以反而我们常常面对一些很有成就的人 他们也很有德行 刚好有机会遇到他们的父母 说哎呀你的孩子教的挺好的 这些老人家们都很谦虚 很老实 说没有我都没怎么教啊 都不是我的功劳 因为他们觉得我也没给他讲多少啊 可是关键是呢 这些长者他们都是很老实的去敬他的孝心 去关怀爱护兄弟姐妹 那自然潜移默化就传给小孩 所以我们现在不抓到教育的根本 花了一大堆的时间 达不到什么效果 而抓到根本呢就很省力了 就是深教 右边呢是手啊拿着一只树枝 那这个树枝的作用呢 其实就是父母老师在一旁 提醒叮铃学生 叮铃小孩 所以右边这一个符号 就是告诉我们 要不厌其烦 很有耐心的教导孩子 所以一位父母或者是老师们 只要我们能实时提起身教跟耐性 这样的心态 一定可以把孩子教好 往往都是在身教耐性上出的状况啦 我们才会有很多烦恼 然后孩子也不受教 只要能回到这一个字上面的反省 很可能我们就重新再提起 这一份爱心 是我自己身教不够 是我自己耐性不够 人只要能反思到呢 是我自己有问题了 就不会在这个情绪啊 起起伏伏 他的理智就上来了 从我自己开始改起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的文字本身呢 就能够寒色人生的哲理在其中 这个耐性呢 确实当我们用心去拨下种子 它很可能呢 是我们这一生都不见得能够看到它开花结果 那你看不到开花结果 都很能无怨无悔去做 这个才能够流露出那个精神出来 我有一位长辈啊 他也是在教学 他曾经是教高职生 所以那些孩子 家庭背景啊都比较 情况啊差异都比较大 他们呢也都比较不喜欢读书 都要靠耐性啊去引导他们 其中有一个学生 跟老师在谈话的时候啊 都比较仇视 都是斜着看老师 而且还带点恨意 这位朋友 假如你面对一个学生这么看着你 你的心里会做何感受 我们整个面对这些情境的时候啊 要心里想 这个孩子今天呢 他的脸是这个样子 他是一个结果啊 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往往是看到一个情况的时候呢 自己的心情就受影响 很不舒服 我们假如曾经啊到医院的婴儿房外 去看看那个刚出生的小孩 在墙堡当中 好像一天才开放几次可以去看 我也有经验去看 我姐姐生了两个孩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都会到医院呢 去看这些 看这个外申 外申女 当我们从窗外望进去的时候 看到每一个脸庞啊 都是天真无邪 各位朋友 你们有没有去婴儿房外面看的时候呢 马上就说 我跟你说 那个人以后是杀人犯 没有吧 会不会看另外一个人说 这个以后 就是会对老师很无礼 会瞪着老师看的那个学生 我相信绝对没有这样的小孩 但我们冷静来看 一个天真无邪的脸庞 到最后变成这么仇视的态度 请问在这十多年的过程当中 他的心灵 经历了多少的挣扎跟无奈 这个可能是我们没想过的 你看那个孩子一两岁的时候 父母打他 处罚他呢 他还往父母的怀里钻 那种父子有精的天性 都流露出来 而这样的天性 为什么到了十二岁十五岁的时候 跟父母像仇人一样 这代表他十多年的人生岁月失教了 代表很可能他很需要爱的时候 他的父母是给他一巴掌 是给他推到远远的地方 他从那种天性慢慢的变得无奈 慢慢的变得冷漠 最后才是怨恨在心里啊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 很友善的时候 我们不只不要跟他生气 我们要体恤到 他的人生已经有太多的不如意 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夫子常常讲的 素道啊 宽恕啊 还有如其心的感受 所以我这一位长辈呢 他看到学生啊 是这样的态度对待他呢 他并没有生气 他只觉得这个孩子可能 他的人生过程呢 有很多的不愉快在其中 所以还是很有耐性的呢 抓一些机会啊 劝导他 结果 某一些原因啊 这个学生呢 他没有办法继续读书了 休学了 那我这一位长辈呢 他还没有没有因此啊 就跟这个学生啊 断这个 失去联络了 他还主动呢 到了这个学生的家里面去 继续呢 辅导他 继续呢 跟他沟通 他还记得 当时候到学生家里 还拿了一些东西去送给他 然后站在他们家的阳台 跟他聊一些人生的态度 那个表情啊 还是很丑实 所以其实学生都在考验老师啊 看我们是不是真正有耐性 真正有爱心 后来这个学生 有一段时间啊 没有跟他联络了 然后突然 刚好有一天呢 他的现在的学生呢 去喝饮料 在那个茶店里面 在那里交谈 因为他的学生呢 现在是穿着校服 所以有一个服务人员呢 过来就很热情地问他们 因为他穿着校服啊 所以知道他们是 那一所学校的学生 然后对着他们说 某某老师啊 你们认不认识 那这几位同学就说了 啊 那个是我们导师 这一个服务人员就很欢喜很兴奋 说啊 那你们老师现在在几班 那了解清楚了 这个服务人员就是当初 他的这个学生呢 对他脸色很难看的 这个 这个女同学 结果后来问好之后啊 这个服务人员很快地就去找 找老师了 已经好几年了 没有联系上了 他还带着礼物去看老师 然后当见到老师的时候啊 一开口就告诉老师 说老师你之前呢 到我们家去看我 给我写了一封信 这一封信呢 我每天一定要看一遍呢 我才去睡觉 其实我们所有的付出啊 孩子敢不感觉得到 他都感觉得到啊 你说他感觉到了 为什么脸这么难看 他那个脸啊 是好几年前种下来的因啊 你现在种下去的爱心啊 他要再施肥再发芽 可能要两年三年以后 才会呈现出来嘛 所以你看这个教育的耐心 多重要 十年树木啊 百年树人 我们现在就是在教导孩子的时候 很急躁 你怎么还不改 急躁的心啊 会弄巧沉着 结果学生接着又跟他说啦 说老师啊 我想呢 跟你呢 到操场上走一走 然后还提出来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牵着你的手一起走 我这个长辈是女老师啦 不然大家在那里担心就不好 在那里 你看哦 当我们在这个 从教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学生呢 每天都看着 睡觉前都要看你的教诲 然后呢 来看你的时候呢 还希望牵着你的手绕几圈 觉得呢 教一个这样的孩子 都觉得这一辈子 从事教育没有白做 结果这个学生后来要回去的时候 还说 老师我希望给你拍一张照 然后你放在我的床头旁边 做老师还可以像神明一样 说起来 这样也是不错 你看这个 我们的爱心呢 真的一定会发芽 会茁壮起来 而这一份爱心呢 也会成为 学生 孩子一生呢 源源不绝 向上的动力 所以教的耐性重要 我们曾经遇到一个足球活手 他年纪轻轻啊 收入就很可观了 但是我们要理解 少年得志大不幸 他的德行还没有扎根哦 一下子地位很高 一下子很有钱啊 灾祸就来 所以老子强调的 祸福相宜 我们很冷静的来看看 今天我们花一大堆的精神 一大堆的财富 去培养许多的运动国手 结果是什么 结果或许哦 他们拿到了金牌 他们拿到了很多的荣耀 好 在这一个金牌的背后 请问他的人生往后会变成什么样 假如今天我们教导的一个运动选手 他是拿到金牌 但是他往后的人生 是变成一个赌徒 是好色的人 请问我们愿不愿意 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哦 我们不能只看到 他只要能给我拿金牌就好了 那学生不就变成一个工具了吗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哦 我们今天只想着 他是博士就好了 请问他夫妻能和乐吗 请问他以后会是个很好的父亲吗 我们着眼一定是一个人的一生去着眼 你看多少这些运动国手 之后出了名了 生活很糜烂了 到最后就被甩在一旁 谁也没有谁去了解他们往后是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这一个年轻人呢 他十几岁就出名了 现在是三十出头 整整十七年都是赌博啊 他的母亲呢 等了他十七年 每一次他出去赌博 一夜不回 他的母亲呢就在他的房里等他 等你一整夜 结果等他走进门来啦 他的爸爸呢在门口咬头 你妈在房里等你啊 结果他又走进房里 看到母亲在那里等 他母亲一句话也没骂他 就走了 因为成年之后啊 有时候用骂的人反而反效果 所以这一位母亲呢 足足等了他儿子十七年 后来他的儿子有开始学地质归啦 就深深的 感悟到那个母亲啊 在无数个长夜在那里等待他回头的那种 无尽的爱心呢 他忏悔了 所以那时候呢 他当着八百多人的面呢 对大家讲 说我劝跟我同年纪啊 以及比我小的朋友们 你们不要再做出 让父母伤心难受的事情 然后他接着也说呢 他说不管你的孩子呢 现在表现得如何 希望所有为人父母者要相信 只要你们有耐心呢 浪子还是会回头 所以我们 看到这个运动员的 这个新生的流露啊 其实也给我们很多的显示 刚好有一个专门在训练运动员的 一个主管 他来到我们中心呢 跟我们交流 他手下的这些运动员呢 很多都是奥运金牌 都是世界顶尖的 带这些选手 容不容易 很不容易哦 为什么 他拍着胸脯说 我是世界第一啊 你又不懂 你凭什么教我 所以不容易带的啊 都必须要用德行去感动他们 所以其中 他带了一个运动选手啊 状态比较不好 因为他的水平啊 还是会起起伏伏 所以他觉得说呢 应该是用家人的心境去爱护他 所以刚好知道呢 这个选手啊 过两天生日 所以这个主管呢 就跟他约好 在某个餐厅啊 请他吃饭 结果到了那个餐厅的时候 他一走进来 其实他不知道那一天是他生日 所以嫩了一下 然后又看到蛋糕 然后也把这个运动选手的父母 还有他最早的教练 三个长辈一起请来跟他吃饭 请他吃饭哦 然后他对着这个年轻的选手说 说我今天哦 对你什么要求都没有 今天是你生日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好好的呢 给父母举个功 行个礼 感谢父母养育 这个运动选手 那个气氛他也很感动 也很自然的 给他父母行礼 结果当场啊 那个选手的父亲呢 眼泪就掉下来 他非常感叹 他说我以前都是 我请教练吃饭 请主管吃饭 结果现在却是你 你来请我们吃饭 你还这么关心我们家庭 还教我孩子做人 所以这一个主管呢 他能够重视到这些选手的德行 其实安了多少家庭的心呢 这些选手们 他们有了名有了利了 那个家里人不知道要抄多少心 所以真正一个领导者啊 有这个军亲师的精神 真正把下属当亲人看待 那真的是安定无数家庭的心 而这个金亲师的精神呢 也是我们整个文化的核心所在 不管我们扮演哪个角色 我们都提醒自己啊 要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昨天我们提到 遥顺之道啊 笑剔而异 孔夫子他曾经啊 当大师寇 等于是司法部门最高的主管 刚好有一对父子啊 告上法庭 好 父子冲突了 结果报到孔夫子这里来 夫子就说 先把他们两个都关起来 好 并没有审判 结果一关啊 关了好几个月 都不闻不问 都不闻不问 夫子处理事情啊 都是非常果决啊 做事非常快速啊 结果父子征颂了 夫子通通呢 没有动静 后来 关了好几个月以后啊 就有 变化出现 因为这个父子啊 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本来两个人很生气 互相仇视 然后关了一个月 两个月了 在里面又很潮湿 又见不到天日 突然想到呢 以前住在家里还挺舒服的 怎么来这里 受罪呢 然后又想想说 算了 算了 就不要跟对方计较了 所以父子两个人后来又商量了 这样好了 我们不要告了 我们去给孔夫子说 退了退了 我们回家去好好过日子吧 结果呢 就又传到夫子这里来 说他们不告了 夫子说 好 把他们放了 好 就放走了 结果这个季大夫啊 是鲁国的一个权力最大的一个大夫啊 就跑来问孔夫子了 孔子啊 你不是最重视笑涕吗 这个孩子还告他的父亲呢 这个大不笑 应该把他拖出去给砍啦 杀了嘛 那个不是最好教笑的机会 你怎么又不管 还把他放了 好 夫子就说了 你看 今天我把他的儿子杀了 谁最伤心啊 他可能现在很生气啊 到时候你真的把他儿子砍啊 他到时候跑到你们家里来 你还我儿子吧 他毕竟是父子的天性嘛 所以他们只要能够有个反省呢 到最后这个冲突啊 就会化解掉了 所以夫子他是很通人情视理的 这绝对不是死板板的 好 像夫子的学生 有一个人叫龚熙华 然后他刚好啊 要初始齐果 夫子是辱果啊 结果初始齐果的时候 夫子的一个学生染球 就跟夫子讲 那龚熙华这个同学呢 他要初始齐果啊 要好几个月才回来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探乱探乱他们爸爸妈妈 夫子说应该啊应该啊 那染球接着说 老师 那我拿多少这个粮食去慰问 夫子说 雨之斧 这个斧啊是当时候一个 一个数量的名称 结果这个染球说老师太少了吧 好 那雨之雨 又加了一些 那染球说太少了吧 夫子说这样就好了 结果染球自己听了以后呢 还是觉得太少了 他自己呢 就又加了变成五饼 那个数量就很大 拿了很多的米粮啊 去看望这个龚熙华这个同学的家里 就回来呢 夫子就告诉他 说你送那么多去干什么 这龚熙华家里面很有钱啊 你看他初始齐果的时候 穿的是最高级的皮衣啦 然后骑的是肥马 最壮硕的马 最壮硕的马 家里很有钱啊 换做现在就是说 他初始的时候呢 是开着变始的啦 然后穿的是 这个最高级名牌 的衣服去的啦 所以你看 君子是周己不计父啊 君子都是去帮助那个最贫穷的人 最为难的人 去帮助他们 不会拿着钱去锦上添花 这个叫周己不计父 你看夫子他是很人情恋达的 不是死板板 结果后来 夫子有另外一个学生 叫袁宪 袁宪家里很穷 穷到什么程度呢 穷到有一天呢 子贡他的同学要去看他 他一听说子贡来了 那时候子贡是当大官 所以来的时候车队很大 浩浩荡荡 所以他就赶快的出门要来迎接 要迎接的时候呢 要整一下衣冠 结果他就把他的帽带拉一下 结果一拉 帽带断了 然后袖子要担一担 震一下他的衣服 结果一震 这衣都要担起 就掉下来 然后自己的鞋子要踩一踩 结果这么一蹬 鞋底就掉下来 就是形容他非常的贫穷 结果他就这样走出来 你看衣服都破掉了 所以这个子贡就说 袁县啊 同学啊 你怎么混成这样啊 你实在是 你怎么病成这样啊 结果袁县马上眼睛瞪很大 看着子贡说 同学 我没有病啊 我是贫而已啊 你看那个子贡 他当下说 你怎么病成这样 其实当下子贡的心境对不对 他的傲慢心已经起来了 但是袁县马上告诉他 师兄没钱叫贫啊 都不能依照老师的教诲 那才叫病啊 我现在每天老老实实的 依照夫子的教诲 去立身主食 我一点都不病 然后讲完之后呢 很自在的唱着歌就走了 反而是子贡站在那里 好像觉得自己 这个失礼了 所以这个原先很穷 他曾经去帮夫子做加成 结果有一次啊 他要回去的时候呢 夫子就跟他说 来 你拿这个五百 那个时候的单位就像五百斗 很大的一个数量 的粮食呢 就要让原先拿回去 这原先很连结啊 一下子这么多俸禄来了 他非常害怕 他说夫子这个我不能拿那么多 夫子就告诉他 这是你应该得的 而且啊 你今天拿到这个俸禄 你要想到 你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你邻里相当啊 都应该去 去帮助去关怀一下 所以这些赶快拿回去 慰问慰问他们 所以你看呢 夫子自己当领导 这么通达人情 不只是关怀到 这个下属的生活 也希望呢 他今天发达了 让所有的这些家族啊 都余有容焉 所以我们当领导 也要跟孔夫子学习 所以夫子呢 在教导学生 以至于呢 夫子在从政 然后处理这些事情 都通达人情 接着呢 他还跟季大夫讲道 说 今天一个人不懂得孝顺父母 我们不是一个念头 就先指责他 我们要先反省 上师其道 我们这个领导者 自己没有做出榜样来 所以下面的人 就学不到好东西 所以上师其道 明善久矣 人民为什么不懂得孝涕了 那个也是我们 没有好好地教育他们 所以这个也是夫子 他实时呢 表演给我们看到 行有不得啊 反求诸己的心境 所以我们昨天 这个也提到 导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此且格 我们是先要求自己啊 自己的德行真正流露出来了 这个德风吹了以后啊 孩子会感动 学生会感动 以至于我们所接触到的下属会感动 甚至于是犯人都会感动 所以这个德的力量呢是很大的 在海口啊 有很多的这个干警 监狱的这些区监狱长 或者是整个海口市的监狱长 他们都去上过课 其中有一个监狱长 他的名字叫万家乐 这个名字还取得挺好的 姓万 然后叫万家乐 你看哦 他的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 应该是对他有取许 应该去造福万家 结果他真的不负父母之望 他去上完课之后啊 他的太太也有去上 他回来以后啊 他感觉到呢 我应该要学做君亲师 他从一个呢 是命令这个服刑人员 甚至于是处罚这个服刑人员的心态啊 变成爱护他们 所以他回来以后呢 把这些服刑人员召集起来 然后他对着他们说 他说我以前啊 对你们关心太少 觉得呢 对你们很愧疚 所以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们 这是真的他从内心啊 很真诚的言语 你看就几句话哦 突然啊 底下就有服刑人员了 当场就痛哭起来 你看那个感染的力量啊 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要感受到的是啊 心跟心哦 真诚的心啊 一下子对方就可以感觉到 之后呢 他是真正的去力行 其实说实在的 爱护他们当然不是只有说 给他们送些吃的而已 送些穿的而已 更重要的呢 这份慈爱在内 能够做出一些榜样 让这些服刑人员呢 去效法 这些服刑人员得行提升啊 他都一辈子都受益 所以他就带着这些服刑人员呢 一起呢去捡垃圾 去爱护环境 所以他这一份诚意啊 感动了这些服刑的人 这些服刑的人啊 自己成立 几个这个团队 第一个团队呢叫 仁爱基金 就是因为监狱里面呢 有一些服刑人啊 他已经没有父母了 没有亲人了 孤苦无依 所以他们比较宽裕 每个月捐十块钱 一群人就这样捐十块钱 然后拿着这些钱去给 这些无父无母的人啊 买一些生活用品 你看哦 这一个领导者的真诚心啊 爱心呢 就让他们的爱心也感动 然后还有一个小组呢 是固定每天去捡紫穴 去爱护整个这个捐躯 还有另外一个小组是 他们自己发起来啊 读诵经典 他们也很好学 都被带动起来 所以我们在整个 这一年多啊 在监狱里面推展地规啊 深刻感受啊 人之初五 信奔山 我们有一个老师啊 他在监狱里面 交了一年多的时间 刚好他的父亲生病了 病得不轻 他赶回去啊照顾父亲 结果 这些扶行人啊就问道 诶 张老师怎么最近都没有来给我们上课 结果一问啊 因为他父亲呢 病重 结果扶行人员就很主动的发起捐款 他们一个月啊 零用钱是五块钱 五块人民币哦 结果他们集体捐了一万多块钱 等于平均每个人啊 几乎都把自己一个月的零用钱都捐出来 那个捐款呢 有一块的 有五毛的 有一毛的 还有的一个人就捐两三百的 我们看到这个 这些钞票的背后啊 重要的是他们自成的心啊 要来尽一份他们的力量 希望去回报曾经教导过他们的老师啊 所以我们看了都为之动容啊 他的父亲本来呢 病情都没什么好转 又化疗啊整个体力很很差了 后来我们就鼓励他呢 用食疗用中医来调整 然后又听到呢 这些钱是来自这些监狱的扶行人员 他父亲很感动啊 说到 我一定病要好起来 这个身体不是我的 这么多人爱护我 我要回报 所以我身体好之后啊 第一件事呢 我要到海口监狱去跟他们交流地质规 你看哦 他有使命感哦 他的那种 体力啊免疫力就上来 所以才住了一个多月时间呢 那个脸都 膨起来了 现在的身体状况 恢复得很正常 而且他在 医院的时候呢 他在天津一带治疗 当地有学过弟子规 也曾经听过他儿子上课的人 每一天都有一批人去照顾他的父亲 他父亲很感动 这个学传统文化的不一样 他们对我的照顾 比自己的亲人还要亲 都很难做到这一点 好 所以确实啊 连这些犯过错的人 都能够透过我们的德行感动 好 那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